恩王火烧藏书阁 女主跳楼捡回一命 结果却在去找淡总的路上 被端王劫虎 此时的女主慌了一批 被最终BOSS逮到这下可就完犊子 危急时刻 淡总及时出场霸气护气 放开她 陈见到娘娘受伤 请起这下失了礼数 请陛下见 对不起 来吧 这天端王来到一处废弃宅院私会谢永儿 身为穿越者的谢永儿一见面就开始卖惨 两人你能我能丝毫没有注意到窗外有个老六 正在偷偷地观察着他们 而这个老六正是提前看过剧本的女主 按照原著所说 端王就是在今天与谢永儿优惠的 所以女主这个老六就提前俩小时在这蹲草棚 青来府上公事棘手 确实难得现象 女主突然发现 如果端王也是穿越者的话 现在不应该和谢永儿一起研究如何逆天改命吗 为啥还会闻舟舟的在这里寒暄半天 这完全就是按照小说中的剧情发展 这个端王绝对不是什么穿越者 女主很是绝望 看来四个穿越者一起吃火锅的美梦实现不了了 这时端王也是进入了主题 他前段时间发现魏太夫之子当街行凶撞死了一个平民 那个平民是来京城告狱状的 检举老家的寻言御史贪污受贿于肉百姓 那寻言御史知道了此事联系了魏太夫 魏太夫护子心切便与他合谋压下了这件事 而端王就是想要利用这件事除掉魏太夫 但现在还差一件证物 那就是寻言御史用来贿赂魏太夫的佛陀设例子 端王派人去魏太夫家搜了一圈去毫无所获 所以他猜测这枚设例子一定是被他送给了魏贵妃 既然如此 我希望你将她偷了 偷 太疲了吧 你人什么天选剧你都这么拼 魏贵妃在后宫势力不小啊 没有缺陷的消息 我怎敢跟她玩间去冒险 王爷 就在女主专心看两人打情骂俏之时 回到寝宫后女主告诉弹总 他们对虚妖的离间计非常成功 原本她以为虚妖会向端王告发自己 结果却没想到虚妖竟然直接就走了 而且端王也只是个纯粹的纸田人根本不足畏惧 为太夫如果入狱 虚妖肯定会借机调查她父亲的事情 所以想要把锅甩给端王 就必须和魏太夫提前穿功才行 第二天一大早 魏贵妃发现舍粒子丢了 于是召集来了侍卫抓费 当然这一切都是谢勇而做的 女主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太监鬼鬼祟祟的 她立马就想到了是谢勇而想要栽赃 背开石头果然发现了装有舍粒子的盒子 小姐 听说魏贵妃府内丢的东西 吸引他们都在说你的话话 现在人已经往这边来了 很快魏贵妃就赶了过来 气势汹汹地来找女主算账 不管是不是女主偷的舍粒子 她都要好好教训女主一顿 但她做梦也想不到 但总居然早退了 妹妹见过魏姐姐了 陛下 想不到吧 也早退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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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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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谢勇而的侍女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她 并且还拿来了一盒点心 说是女主专门送给她的 打开点心一看 里面居然藏着舍利子 谢永儿很是奇怪 我拿他当替罪羊被他发现了 他不仅不告发我 而且还把舍利子还了回来 难道他是真的不想和我动吗 是我改变了原本的剧情 没让他爱上端王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黑话 他没黑话那最大的恶人不就是我了 当天晚上弹总就找到了被关押的魏太夫 并表示只要魏太夫愿意和他串步 他就可保卫太夫全家性命 自知在无翻盘可能的魏太夫答应了弹总的条件 弹总前脚刚走需要后脚就来到了天牢 而虚妖去找魏太夫的事情 也是传到了端王的耳中 第二天一大早虚妖就找到了女主 女主让侍女在门口守着 自己则是带着虚妖进入了藏书阁 女主发现虚妖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劲 虚妖表示自己刚刚在家中喝茶时 发现茶水有问题但却为时已晚 肯定是端王发现了端妮想要杀人灭口 女主想要去找太医 但虚妖却表示已经迟了 在临死前她要将端王的事情全都告诉女主 话还没说完虚妖就口吐鲜血一副快不行的样子 这时屋外传来呼喊声 原来是端王直接放火烧了藏书阁 想要把女主和虚妖一起除掉 交代完后事后虚妖就凉了 而女主则是跳进了池子里捡回了一条小命 女主刚一上岸就连忙跑了出去 只有找到弹总她才能平安无事 结果刚跑到一半就遇到了谢永儿 女主想让谢永儿带她去见弹总 但下一秒端王却走了过来 一把就抱起了女主 说是要将她送回寝宫 谢永儿想要跟去 但端王却已让她去找太医 为由支撇了她 女主慌得一批这下真要凉了 放开她 陈见了娘娘受伤 情急之下失了礼数 请地下见面 请地下转发